韩国语能力考试听力 从第一题到第三题 那么我们大家听之前 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 一定要集中精力去听 那么实际上我们集中的话 还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 第一题到第二题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仿照这个不计 不计是例句的意思 那么在这个里面填上一个正确的 那么这里我已经标出来了 本身它是没有这个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听一下 1번 부립니다 음它说 부립니다 那么我们看 就一二三四四个选项 它的发音呢 是比较接近的 那么第一个是 발 第二个是 벌 第三个是 별 第四个是 불 那么它刚才怎么说呢 부립니다 불 那么 那么 inmit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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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불 是火的意思 所以呢 选出这个 第四个就可以了 这个不是要求我们去理解意思 它是要求我们能不能够正确的听出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第三个呢 很容易知道 应该选 第三个 这个女人说了一句话 不是我喜欢牛奶 那么第四个呢 아니요 우유를 안 마셔요 应该选第四个吧 嗯 那么我们看一下 우유를 마셔요 喝牛奶吗 아니요 우유를 안 마셔요 안是不的意思 不喝 非常的简单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的一道题 第四题 那么看一下第一个 네 제 책이에요 第二个 아니요 책을 봐요 第三个呢 아니요 수민씨예요 第四个呢 네 수민씨가 있어요 那么我们告诉大家 在听语之前 你一定要把下面的这个问题 先看一遍 然后再听 那么这样就很容易 就会选出来了 对吧 我们来听一下 第四题 4번 이거 수민씨 책이에요 嗯 它怎么说呢 이것이 이것은 수민씨의 책이에요 这个是 수민씨的书吗 看一下 嗯 이거 수민씨 책이에요 是 수민씨的书吗 那么它应该怎么回答呢 第一个 네 제 책이에요 对是我的书 正确 对吧 제 是 저의 我的书 那么第二个呢 아니요 책을 봐요 看书 책을 봐요 看书 第三个呢 아니요 수민씨예요 不是 是 수민씨的 是 수민씨 那么第四个呢 네 수민씨가 있어요 那 수민씨在 这个意思 所以读不正确 应该选择什么呢 네 제 책이에요 这样就选择正确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五题 학교에 가요 去学校 방학이 끝나요 방학是放假 放假结束了 第四个呢 다음 주에 끝나요 다음 주 下个周 끝나요 结束 那么第四个呢 다음 주에 갑시다 这个 읍시다 表示什么呢 一起去 갑시다 一起去 那么呢 下个周 我们一起去 我们听一下 是什么 5번 방학이 언제 끝나요 음 他问我们什么呢 방학이 언제 끝나요 방학이 언제 끝나요 什么时候 结束呢 放假什么时候 结束呢 是要我们 问什么呢 언제 所以呢 다음 주에 끝나요 下个周 结束 下周 结束 那么他怎么 问呢 我们就怎么 回答 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六题 第一个呢 가게에서 샀어요 在这个 가게 在商店 买了 第二个呢 가게에 갈 거예요 갈 거예요 将会去 我将会去 商店 那么第四 第三个呢 초콜릿 을 받았어요 초콜릿 什么呀 巧克力 那么呢 받았어요 收到了 我收到了 巧克力 第四个呢 초콜릿 을 줄 거예요 줄 거예요 给 那么 我会给你 巧克力 我们听一下 第七题 6번 무슨 선물 받았어요 무슨 선물 받았어요 什么意思 你收到了 什么礼物 받다 刚才我讲过 收的意思 你收到了 什么礼物 那收到什么呢 초콜릿 을 받았어요 我收到了 巧克力 초콜릿 을 받았어요 对吧 很简单 我们看一下 下面的第七题 第七到第八题 是什么呢 담을 듣고 복귀와 같이 담 말에 이어지는 것을 구십시오 那么呢 我反照力去呢 把 接下来 要说的话 选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七题 第一个 내存데요 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 是我 对吧 那么 叫这个 은데요 表示提示 是我呀 存데요 那么第二个 실례합니다 실례합니다 什么时候说呢 比如说 问别人的时候 或者是 失礼的时候 那么这个 실례 是我们汉语的 失礼了 失礼了 或者是 不好意思 或者是 对不起 这样的意思 那么第三个呢 반갑습니다 반갑습니다 见到你 非常高兴 第四个 내 다음에 봐요 다음에 봐요 下次见 我们来听一下 七 번 안녕히 가세요 嗯 他说 안녕히 가세요 我们已经讲过了 안녕히 가세요 和 안녕히 계세요 什么区别呢 안녕히 가세요 是这个 不走的人 对走的人 说 你好好地走吧 안녕히 가세요 再见的意思 那么 那个 最后 这个 가 怎么说呢 내 내 다음에 봐요 那么好 下次再见吧 跟这个 再见 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应该 选择这个 对吧 非常简单 我们来看 这个第八题 第一个呢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어서 오세요 是 快点进来吧 快来吧 这样的意思 那么我们听一下 第八题 八 번 실례지만 말씀 좀 묻겠습니다 我们听到一个什么呢 말씀 它怎么说呢 실례지만 말씀 좀 묻겠습니다 那么 지만表示 转折了 虽然是很失礼 虽然是不好意思 但是呢 我能问你一些话吗 我能问你吗 那么这个 是问的意思 这个 准表示 一点 或者是表示 这个语气 非常委婉的时候用 那么这个 말씀是话 말씀 좀 묻겠습니다 我会问你一些话 那么 这个 男者 要问这个 油在话 那么 女人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네 말씀하세요 请说吧 말씀하세요 말씀하세요 请说的意思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九题 那么第九到第十一题呢 여기는 어디입니까 不及はかつ あるまづんこす ぐる십시오 要我们猜一下 这是哪里 어디입니까 在哪里呢 我们看第九题的第一个 호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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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 第二个 꽃집 꽃집 花店 第三个 백화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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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呢 사무실 사무실 방공室 我们猜一下 在哪里 구 번 남자 옷은 몇 층에 있어요 5층에 있어요 那我们听到什么了呢 男人的衣服呢 所以应该在哪里呢 应该是在这个 백화점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下 男人的衣服呢 在几层呢 这个 층 是层的意思 对吧 那么男人说呢 五 층에 있어요 在五层 对吧 在五楼 那么应该是很容易了 백화점 百货商店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第十题 我们要猜一下 在哪里 第一个呢 학교 학교 学校 第二个呢 공文 公园 우체국 우체국 是这个 요지的意思 지하철역 지하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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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 지하철 지역 地铁 站 我们再来看一下 10번 시청역에 갈 거예요 표를 어디에서 사요 표는 여기에서 사세요 음 他说 这个 표를 사다 那么 我们说 买票 哪个地方 是需要 买票的呢 他怎么说呢 시청역 시청역 시청是什么呀 是市庭的意思 市庭广场 市庭 市政府的意思 那么 他有一个 역 是什么呀 是站 那么 这个 市庭 站 에 갈 거예요 을 거예요 表示 将要 我将要 去 시청역 那么 표를 어디에서 사요 在哪儿 买票呢 표를 어디에서 사요 那么 남자 怎么 说呢 표 票呢 여기에서 사세요 那么 你在这儿 买票吧 票呢 여기에서 사세요 所以 应该 在哪里呢 在这个 지하철역 지하철역 是什么呀 地铁站 他要去 这个 시청역 所以 要 표를 사야 돼요 对吧 应该 选择 这个 第四个 我们 再来 看一下 第十一题 也是 菜 在哪里 第一个呢 은혜 은혜 银行 第二个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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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第三个呢 커피숍 커피숍 카페店 第四个呢 편의점 편의점 便利店 听一下 11번 돈을 바꾸러 왔습니다 어느 나라 돈으로 바꾸세요 我们听到 一个很重要的 돈 돈을 바꾸 다 换钱 所以 应该 在哪里 呢 在第一个 은혜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 有者怎么说呢 돈을 바꾸러 왔습니다 那么这个 러 上前 给我讲过了 那么他是在 这个 우다 가다 等等 移动动词的前面 表示这个 动作的目的 移动动作的目的 那么呢 我为了 换钱 所以来了 돈을 바꾸라 바꾸라 换的意思 换钱 那么 男者怎么说呢 어느 나라 돈으로 바꾸세요 这个 으로 表示 用 表示 往 那么 你换成什么 国家的钱呢 你要往什么国家的钱去换呢 这个意思 那么应该选什么呢 은혜 应该是在银行换钱吧 对吧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十二题 十二到十四题呢 他们 뭐 세 대 말하고 있습니까 보기와 같이 알맞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他们是针对 他们是说什么呢 找出他们两个人 对话的主要内容 然后选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 第十二题的 第一个 일 事情 第二个 값 값 가격 이앙的意思 什么呢 价格 값 第三个呢 모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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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子 第四个呢 소포 소포 是包括的意思 소포 我们来听一下 十二번 그 사전 비싸요 아니요 안 비싸요 만원이에요 他们在讨论 비싸요 싸요 만원이에요 那么应该是什么呢 값 价格 对吧 대학 就是觉得 我们再来看一下 그 사전 비싸요 그 사전 비싸요 这个 사전 是什么意思 词典 这个词典 贵吗 아니요 안 비싸요 这个词典 是不贵的 만원이에요 只是一万块钱 所以应该是什么呢 값 第二个是正确的 对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十三题 第一个呢 주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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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周末 第二个呢 약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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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约定 约束 约定 那么第三个呢 区密 区密 是什么呀 爱好 第四个呢 날씨 날씨 是天气 我们看 他们在谈什么呢 十三번 토요일하고 일요일은 뭐해요 보통 집에서 쉬어요 那么我们听到一个很重要的 是 토요일하고 일요일 토요일是星期六 일요일是星期天 所以应该是什么呢 주말 我们再来看一下 토요일하고 일요일은 뭐해요 那么这个 학u 是什么意思 是和的意思 和这个 是一样的意思 那么 星期六 和星期天 你做什么呢 普通 普通 是汉语的普通 一般来说 那么 집에서 쉬어요 在家里 休息 所以呢 他们在说 什么 周末 那么第一个 是正确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第十四题 第1个 양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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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袜子 第2个 신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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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鞋子 第3个 장갑 장갑 手套 第4个 모자 모자 大家猜猜 是什么 帽子 跟我们 发音 差不多 我们来 听一下 十四题 14번 어제 산 구두 신어봤어요 네 그런데 발이 좀 아파요 他们说 구두 구두는 신다 구두 是 비鞋 所以 应该是 什么呢 应该是 신 바 是 鞋的一种 所以 选 第二个 我们来 看一下 어제 산 구두 신어봤어요 昨天 买的 我们说 这个 사드 买 那么 为什么 加这个 니은 这个 是 修饰 这个 구두 的 那么 它是 过去 的 어제 所以 后面 加这个 니은 산 구두 신어봤어요 신다 是 穿 구두를 신다 신발 신다 신발 신다 那么 加这个 아 받다 是 过 穿过 你昨天 你穿过 你昨天 买的 这个 鞋�了 那么 男生 他说 네 그런데 但是 발이 중 아파요 但是 脚 有点 疼 所以 人家 说 什么呢 신다 신다 구두 是 신다 的 一种 구두 是 皮屑 的 意思 我们 再来看一下 第十五题 非常有意思 是一个 四幅图 我们 다음 대화를 得고 아마 그림을 구�ru십시오 我们先 听 这个 对话 然后 看 哪 一个 图 是 跟 这个 对话 一致的 那我们要好好地来看一下这个图了 那么第一个呢 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男人在办公室里面 女人敲门想要进去 那么第二个呢 他们俩在办公室的外边的走廊聊天 那么第三个呢 他们两个一起进房间 第四个呢 他们一起都在这个房间里面交谈 我们来听一下 是哪一个图 我可以进去吗 我们看一下 민수씨 바빠요 民室씨 你忙吗 那么 那么 进去 进去也可以吗 那么 那么 男人在怎么说呢 进来吧 所以呢 第一个是正确的 对吧 那么 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图 就很容易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第十六题啊 那么 看第一个图是什么呢 这个女人是长头发的 这个男人在给她剪头发啊 那么 第二个呢 是剪完了以后啊 这个女人在看镜子 镜子怎么说呢 口尔啊 口尔不贵 那么 女人是什么 什么发型的 短发 那么这个是 长发 那么第三个呢 是他们在做什么呢 这个女人在买单 对吧 拿了一个什么条子 在跟这个男人买单 第四个呢 他们在一起要去剪头发 那我们来听一下 16번 손님 거울을 한번 보세요 짧은 머리가 잘 어울려요 네 좋네요 마음에 들어요 那么 那个男人说 거울不세요 짧은 머리 잘 어울려요 所以呢 第二个是正确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孙님 孙님是什么呢 客人啊 客人你的 거울 거울을 한번 보세요 你看一下镜子吧 那么 짧은 머리가 잘 어울려요 어울리라 是表示合适 那么这个 짧은 머리 表示短发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是正确的 对吧 那么这个友在说 네 좋아요 마음에 들어요 마음에 들어요 表示 我非常喜欢的意思 我们接着看第17题 那么他们 第一幅图 他们两个人 在看 这个图 看一幅画 画怎么说呢 그림 那么第二个 他们在什么呢 画画 그림을 그리다 那么第三个呢 这个男人 在教这个女人 画画 第四个呢 他们在 这个女人 在参观 这个展示会 我们来听一下 那么他们在看画吧 在看画 所以第一个是正确的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那么 那么友在怎么说呢 이 그림 멋있네요 멋있다 什么意思 非常的帅 非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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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那么 이 그림 멋있네요 有味道 那么呢 산악구 진짜 똑같아요 那么 河 这个山 河山 真的是 画的一模一样 那么 这个 똑같다 什么 똑같아요 똑같아요 一模一样的意思 那么 那么男在怎么说呢 그렇죠 对吧 那 이 그림을 보면 양 表示如果 你看这个画的时候呢 山 눈앞에 있는 것 같아요 那么这个 山 好像是在 眼前一样 눈에 눈앞에 在眼的前面 있는 것 같아요 같아요 表示像 好像在眼前一样 那么 那么 友在怎么说呢 다음에 다른 成绩 해도 도 볼까요 那么 下次 我们再去看 别的展示会 反正说明 他们再一起 看一个展示会的话 所以呢 第一个 是正确的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的 18到22题 那么 那么 反照这个例句呢 我们把这个对话内容 和对话内容一致的 一项选出来 我们看第18题 第一个 这个女人的事情呢 结束了 跟那다 结束 第二个呢 男자는 점심을 먹었습니다 重心是 中午 但是还有一个意思 是午饭的意思 那么 他吃了 午饭了 这个 表示过去 已经吃了 第三个呢 男자는 지금 食堂에 있습니다 这个男人 现在就在 食堂里面 在餐厅里面 那么 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18题 18번 12시인데 점심 먹으러 갑시다 먼저 가세요 저는 아직 갈일이 있으니까 이따가 갈게요 那么 这个女人说 이따가 갈게요 지금 가세요 먼저 가세요 제가 이따가 갈게요 所以 应该 选择 第4个 我们再来 看一下 男자 男자 怎么说 12시인데 这个 인대 为什么 有 인대 因为是 名词 名词后面 加这个 인대 表示这个 提示作用的 已经是 十二点了 那么 曾经 먹으러 갑시다 这个 うろう 가�다 表示 我刚才 讲过 是什么 后面 加 这个 가�다 우다 表示 这个 가�다 우다 这个 动作 去的 目的 那我们 去吃饭 吧 我们去吃饭 먼저 가세요 먼저 先的意思 你先走吧 먼저 가세요 저는 아직 我还 怎么样呢 할 일이 있으니까 这个 니까 으니까 表示 原因 的 因为 我还有 要做的 事情 할 일이 있어요 할 일이 있으니까 이따가 갈게요 이따가 等一下 我会 去的 所以 应该 选 女人 나중 에 청심 을 먹을 겁니다 这个 女人 以后 回去 吃饭 现在 不 吃饭 的 意思 对吧 所以 选择 第四个 那我们 来看一下 下面的 十九题 第一个 我们来 看一下 男人 한시 회의를 합니다 这个 男人 一点 中 开会 회의를 하다 开会 的 意思 第二个 女人 男 男 男 에게 부탁 있습니다 男 男 有一个 请求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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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 第三个 女 여자는 1시에 전화를 했습니다. 那么,这个女人呢, 在1点的时候打电话了. 那么,第四个呢, 남자가 여자에게 전화를 했습니다. 나는 개인女人打了电话了, 用过去时的,对吧? 我们来听一下. 19번 민수 씨, 부탁할 것이 있어서 전화했어요. 네, 그런데 제가 지금 좀 바빠요. 30분 후에 전화해 주세요. 그럼, 1시에 전화할게요.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男人呢, 지금 바빠요. 所以叫这个女人呢, 30분 후에 전화해 주세요. 所以呢, 那么, 为什么要给她打电话呢? 因为这个女人呢, 有这个 부탁할 일이 있어서, 因为有这个, 要求她的事情, 所以呢, 第二个是正确的. 我们来看一下, 原文是什么呢? 민수 씨 부탁할 것이 있어서, 부탁할 거, 我要求你的, 我要拜托你的事情, 有, 所以呢, 我给你打了电话. 男人怎么说呢? 네, 그런데 제가 지금 좀 바빠요. 但是我现在呢, 非常忙, 很忙, 有點忙. 30분 후에 전화해 주세요. 30분 후에, 那么 30분 후에, 那么 30분 후에, 你给我打电话吧. 那么, 그럼, 1시에 전화할게요. 那么, 好吧, 我就一点钟给你打电话吧, 那我们可以知道, 现在是几点呢? 现在是12点半, 30分以后才是1点, 对不对? 我们来看哪一个是正确的, 应该选第二个吧. 여자는 남자에게 부탁이 있습니다. 女人跟男人, 女人给这个男人有一个请求, 有一个拜托. 那么,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20题. 第一个, 남자는 약속을 바꾸고 싶어합니다. 这个, 고 싶다, 表示想, 약속을 바꾸다, 환, 这个男人想, 改变一下, 환一下他的约定. 那么, 第二个呢, 여자는 남자에게 연락을 할 겁니다. 연락, 연락, 是联络的意思, 那么, 这个女人呢, 想, 给这个男人联络。 第三个呢, 여자는 금요일에 남자를 만날 겁니다. 那么, 这个女人呢, 将会在, 这个 금요일是什么? 星期五, 现在星期五见这个男人。 第四个呢, 남자는 일주일 전부터 일이 있었습니다. 这个男人呢, 在一周之前呢, 有事情。 我们来听一下。 20번. 수미씨, 미안한데, 금요일에 만나기로 한 약속 바꿀 수 있어요? 왜요? 무슨 일 있어요? 갑자기 일이 생겨서, 일주일쯤 고향에 다녀와야 할 것 같아요. 그래요? 그럼, 돌아오면, 연락하세요. 수고하십시오. 그럼, 우리 수고하십시오. 이 여자는 일주일에 만날 것 같아요. 우리 수고하십시오. 네. 우리 수고하십시오. 그러면, 어떻게 말할까요? 수고하십시오. 수고하십시오.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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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갑자기 일이 생겼어. 갑자기是突然. 为什么? 为什么? 일이 생긴다. 일이 생긴다. 일이 생긴다. 为什么? 일주일쯤? 为什么? 为什么?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고향에 다녀와야 할 것 같아요.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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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星期左右, 我要去老家, 然后再回来. 那么, 여자怎么说呢? 그래요, 그럼 돌아오면 연락하세요. 那么, 那么, 你 돌아오면, 你回来的时候, 연락하세요. 再跟我联系吧. 那么, 应该选什么呢? 남자는 약속을 바꾸고 싶어합니다. 这样选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21题. 第一个呢, 여자는 혼자 살고 있습니다. 혼자, 一个人, 女人一个人生活. 第二个呢, 여자는 작은 방을 찾고 있습니다. 찾다, 찾고 있다, 表示正在找. 那么, 这个女人找小房子. 第三个呢, 남자는 가구가 있는 방을 찾고 있습니다. 가구, 是家具. 这个男人想找有家具的房子. 第四个呢, 남자는 학교에서 문 곳으로 이사할 겁니다. 那么, 这个男人呢, 在学校想往远的地方, 去什么呢? 이사的, 搬家想搬到你学校远的地方, 对吧? 我们来听一下. 21번. 어떤 방을 찾으세요? 학교에서 가깝고, 가구가 있는 방이면 좋겠어요. 좀 작아도 괜찮으세요? 那么, 她想要什么样的房子呢? 想要, 가구 있는 방을 찾고 싶습니다. 所以, 应该选择这个什么呢? 第三个, 我们来看一下本文. 어떤 방을 찾으세요? 那么, 这个女人应该是房地产中介吧? 你想, 找什么样的房子呢? 这个男人怎么说呢? 학교에서 가깝고, 那么, 我要找离学校近的, 还有呢? 가구가 있는 방이면 좋겠어요. 这个 을 명, 什么什么, 명 좋겠어요. 如果什么就好了, 如果有这个家具的话就好了, 那么, 有的怎么说呢? 좀 작아도 괜찮으세요? 那么, 有点小也没关系嘛, 这个 아도어都表示, 如果什么的话, 那么, 小也没关系嘛, 혼자 사니까, 나는 혼자 사니까, 我一个人生活, 그리고, 작아도 괜찮아요, 小也没关系. 那么, 看一下, 应该选什么呢? 남자는, 가구가 있는 방을, 찾고 있습니다. 他找, 有这个, 有家具的房间,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22题呢, 第一个是什么呢? 남자는, 여자를, 걱정합니다. 걱정하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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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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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第二个呢? 여자는, 수미씨를 만났습니다. 这个女人, 见了 수미씨. 第三个呢? 여자는, 오후에, 학교에 갈 겁니다. 这个女人, 在下午, 会去学校. 第四个呢? 남자는, 수미씨에게, 책을 줄 겁니다. 这个男人, 会把这个, 수, 给, 수미씨. 我们来听一下, 哪个是正确的. 22번 민수 씨, 오늘 학교에 가요? 네, 오후에, 수업이 있어요. 그럼, 수미씨한테, 이 책 좀, 전해줄 수 있어요? 제가, 오늘 학교에 갈 수 없어서요. 제가, 전해줄게요. 걱정하지 마세요. 응, 他是想, 这个女人, 想让这个男人, 帮她把, 수, 给一个人.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여자说, 수미씨, 민수씨, 오늘 학교에 가요? 민수씨, 你今天, 去学校吗? 네, 오후에, 수업이 있어요. 对, 我下午, 有课. 그럼, 수미씨한테, 이 책 좀, 전해줄 수 있어요? 그럼 뭐 Gega uneven. 내 nhà, �教même tela, 나쁘게 해보니까요. 내가 과거form을 할 수도 있어요. 제가 오늘 학교에 갈 수 없어서요. 제가 오늘 학교에 가게 해 주 Forgive pulled hurts 거예요. 아, 这个 알 Espag Shape 마세요. 지금 도망 denial counselor kidsaters 해요. 그 방금을 læ禍etsamilyxico. 네가 뭔지게 해 줍겨요. 제거 전해 줄게요. 제가 전해 줄게요. 제가 Thrones해 줄게요. 我会递给他的 걱정하지 마세요 不要担心 所以哪一个是对的呢 应该是第四个吧 男人会给苏米氏输的 所以第四个是正确的 我们来看23题 那么23到24呢 他们的对话内容과 같은 것을 我们选择听对话 然后选择跟对话内容一致的 我们看一下23题 什么是配搭 是快递的意思 那么快递呢 两个小时以后可以 那么第二个呢 那么今天呢 我要去送货 送外卖的这个地方呢 不怎么多 不怎么有 不怎么多 第三个呢 배달을 부탁하려면 돈을 내야 합니다 돈을 내다 就是交钱的意思 如果呢 如果呢 你想 快递的话呢 你必须得交钱 这个呢 이 가게에서는 카드로 계산할 수 있습니다 在这个商店里面呢 可以用这个卡 什么是卡 卡 可以用这个 银行卡 来结算的 来付账的 我们来听一下 23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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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한 시간 안에 가겠습니다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 배달 是不要钱的 所以刚才很多的 都是错误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原文 那 계산을 카드로 할게요 好 但是呢 我要这个 送货的地方 非常的多 시간이 걸린 것 같습니다 那么 时间呢 要花很多吧 这个 걸리라 시간을 시간이 걸리라 当然是免费的了 한 시간 안에 가겠습니다 那么 一小时之内呢 我就会去 帮你送货的 这个意思 刚才我们说 第四个是正确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的24题 第一个 이 공연은 한국인과 외국인に 나옵니다 那么这个 공연 공연是 公演 演出的意思 那么这个演出呢 韩国人和外国人的 都出来 那么第二个呢 이 공연에 배우 들은 연기를 잘 못합니다 那么 在这个 공연的 这个 배우 演员们的 演技呢 都不好 第三个呢 이 공연의 내용은 한국의 옛날 이야기입니다 那么 옛날 이야기 什么意思 以前的故事 老故事 那么 这个 공연的 내용呢 是 韩国的老故事 第四个呢 이 공연을 하려고 외국인들이 한국에 왔습니다 那么 外国人呢 来到了 韩国 对吧 我们来听一下 二十四题 二十四点 二十四点 어제 무슨 공연을 봤어요? 한국에 사는 외국인들이 하는 연극 이었어요 모두 배우처럼 연기를 잘 했어요 그래요? 재미 있었 어요? 네 한국의 옛날 이야기를 연극 으로 만들었는데 정말 좋았어요 我们可以 知道 什么呢 한국의 옛날 이야기 입니다 第三个 是正确的 我们来 仔细 看一下 那么 有才怎么 说呢 어제 무슨 공연을 봤어요 昨天 你看了 什么 演出呢 한국에 사는 在 韩国 生活 的 외국인들이 하는 연극 있어요 在 韩国 生活 的 外国人 演出的 一个 公演 모두 배우처럼 연기를 잘 했어요 또 배우 演员 一样 演技 非常 好 그래요 재미 있었 过去 对 过去 发生 有意思吗 한국의 옛날 이야기를 연극 으로 만들었는데 정말 좋았어요 한국 以前 老 故事 把它 做成了 这个 연극 话 句 所以 非常的 好 那么 这个 만들다 是 做的 意思 那么 所以 应该 选 什么呢 第三个 이 공연의 내용은 한국의 옛날 이야기입니다 是正确的 第三个 是正确的 我们再来 看一下 后面的 25到26题 它们是 一篇文章 然后要 回答 两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어떤 이야기를 하고 있는지 고르십시오 它们是 根据 什么 是 一个 什么 事情 选择 出来 第一个 감사 感谢 第二个 소개 介绍 第三个 인사 打招呼 第三个 초대 就是 请 招待 的意思 那么 들은 내용과 같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选择 跟听到 内容 一致的 第一个 매주 토요일에 모임이 있습니다 每个星期的 토요일 星期六 都有 모임 모임 是什么呀 是聚会 每个周的 星期六 有聚会 第一个 第二个 이 모임에 회사원들이 들어갈 수 있습니다 这个聚会 所有的 公司的 员工 都可以参加 第三个 一月 一月 一日 一月 一月 起自信车的 比赛 有 那么 第三个 자전거를 못하는 사람은 모임 에 들어갈 수 없습니다 如果 不会 起 自信车 的人 是 不可以 加入 모임 的 我们来 听一下 안녕하세요 저는 자전거 동아리 회장 김민수 입니다 우리 동아리는 자전거를 좋아하는 학생들의 모임 입니다 우리 동아리는 토요일마다 모여서 아름다운 길을 따라 자전거 여행을 갑니다 그리고 1년에 한 번 자전거 타기 대회 에도 참가합니다 자전거를 못하는 사람들도 환영하니까 많이 와주십시오 음 知道 那 我们来 看一下 是 说 什么 남자 一个人 说 안녕하세요 저는 자전거 동아리 회장 김민수 입니다 那么 这个 동아리 是什么 意思 동아리 是 很重要 단词 社团 我是 自行车 社团 회장 김민수 那么 우리 동아리 我们 社团 자전거를 좋아하는 학생들의 모임 입니다 是 我们 喜欢 自行车 学生 的 聚会 那么 우리 동아리 토요일 また 모여서 아른 나오기를 따라 자전거 요행 갑니다 那么 我们 社团 每个 星期六 都 모이다 都 聚起来 然后 我们 跟随 따라 跟着 非常 美丽 的 路 然后 我们 来 坐 这个 自行车 的 旅行 那么 그리고 一年 에 한 번 那么 一年 一次 的 什么 자전거 타기 대회 에도 참가 합니다 那么 我们 一年 一次 참여 这个 自行车 的 比赛 자전거를 못하는 사람들도 환영하니까 많이 와주십시오 那么 不会 其他人 我们 也 欢迎 所以 多来 那么 第一个 是什么 应该 是 소개 介绍 那么 和 内容 一致 的是什么 呢 每주 토요일에 모임이 있습니다 每个 星期六 都有 모임 토요일마다 모임 있습니다 一样的 意思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27 到28 题 也是一样 第27 他们是在 讨论 什么 问题 第一个 睡觉的 时间 第二个 为了 好好 睡觉 的 方法 第三个 运动 运动 的 方法 第四个 在家 做的 运动 那么 28 男人 들은 내용 과 같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第一个 여자는 잠을 잘 잡 니다 这个 女人 睡觉 睡得 非常 好 第二个 남자는 요즘 잠 잘 못 잡 니다 男人 最近 睡得 不好 第三个 여자는 오늘 운동 하려고 합니다 这个 女人 想 今天 运动 第四个 남자는 오래 전부터 운동 했습니다 요즘 잠을 잘 못 자는데 어떻게 하면 좋을까요? 저는 얼마 전부터 잠을 자기 전에 운동을 해요 그러면 잠이 잘 와요 무슨 운동을 하는데요? 집 집 안에서 할 수 있는 가벼운 운동 운동 해요 수미 씨도 한번 해보세요 그런데 자기 바로 전에 너무 힘든 운동을 하거나 음식을 먹으면 잠을 못 잘 수도 있어요 그렇군요 저도 오늘부터 운동을 해 볼게요 음 看一下 这个 对话 那么 女人 怎么 说呢 요즘 잠을 잘 못 잔는데 我最近 睡得 不好 어떻게 하면 줄까요 做什么 好呢 那么 他们 在 讨论 什么呢 应该 是 这个 怎么 睡觉 的 方法 那么 저는 얼마 전부터 잠을 자기 전에 那么 我不久 之前 我 睡觉 之前 운동을 해요 我就 去 运动 그러면 잠이 잘 와요 잠이 잘 잠이 打 시 叫 我就 非常 困 那么 무슨 운동을 하는데요 你 집안 집안 에서 할 수 있는 가벼 운동 을 해요 那么 我在 家 能 做的 一些 非常 轻的 运动 那么 睡眠 시도 한 번 해보세요 那么 你也 做一下 吧 그런데 자기 바로 전에 너무 힘들 운동 을 하거나 那么 在 睡 之前 你 做 太 累 的 运动 或者 是 什么 음식 을 먹으면 잠 을 잘 못 잘 수도 있어요 那么 或者 你 吃饭 的时候 也是 会影响 睡眠 的 그렇군요 저도 오늘부터 운동을 해볼게요 那么 从今天 开始 我也 要 运动 所以 我们看 第一个 选 什么呢 为了 好好睡觉 的方法 那么 第二十八题 全第三个 有在能 오늘 운동 을 하려고 합니다 对吧 那么 我们看一下 最后一道题 二十九的 第三十题 二十九 怎么说呢 有在能 왜 휴가에 지배 있었습니까 为什么 女人 放假的时候 在家呢 第一个 누に 많이 와서 第二个 휴가 휴가가 길지 않아서 눈이 많이 와서 因为 샹안도 슈 휴가가 길지 않아서 因为 家 不 장 第三个 드라마를 보고 싶어서 因为 想看 电视 뉴스 휴가 가는 사람이 많아서 因为 취 휴 자들 太多了 들은 내용과 같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第一个 여자는 우리 설악산 에 갔습니다 这个女人 今年 去了 설악산 설악산 是 雪月山 一个山 的名字 第二个 남자는 10월에 휴가를 다녀왔습니다 10월 10月 这个男人 10月份 去 休자 回来了 第三个 두 사람은 같이 설악산 에 시원 学生 的时候 下了 很大的 雪 수미 수미 휴가 때 뭐 했어요? 휴가 짧아서 집에서 쉬면서 그동안 못 본 드라마를 다 봤어요 민호 씨는 휴가 가 언제 해요? 10월 인데 그때 저는 설악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本文啊. 那男人怎么说呢? 睡眠室休暇的时候做什么了呢? 他说休暇的时候休暇的时候非常短, 所以在之前我没看过的电视剧呢, 我都看了一遍。 你的休暇是什么时候呢? 10月份, 那么他还没放假, 那个时候我将要去雪月山。 那么那个时候去的时候秋天的景致非常的美, 非常的好。 那么 저는常常冬에 갔는데, 我去年冬天去的, 눈이 많이 와서雪, 下了非常大的雪。 三代呢, 올라가지 못했어요。 我连上山都没上山, 不能上山。 그래서 나중에 다시 한 번 가보고 싶어요。 所以呢, 我下次想再去一次。 那么我们看一下, 休暇呢, 왜 효과에 지배 있었습니까? 因为呢什么呢? 효과가 잘 봤어, 효과가 길지 않아서, 休暇非常的短。 那么呢, 哪一个跟他的内容一致呢? 应该选什么呢? 요자가 사락산에 갔는데, 눈이 많이 왔습니다. 这个女人去雪月山的时候呢, 下了非常大的雪。 那么呢, 我们的题就讲到这里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第28届的韩国语能力考试, 特技, 听力部分呢, 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登陆我们的韩国留学通往, 看其他的, 关于韩语方面的节目啊, 都是免费的。 那么网站呢, 是什么呢? 3w.留学korean.com 非常的简单。 那么 여러분, 다음 시간에 만나요!